3月19日,武汉大学校园内樱花绽放,微风扶来,落荫缤纷的美景令人沉醉,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赏花。 慕名而来吧,觉得现在正好是樱花季,天气也很好,然后就带父母过来了。 我想到如果不来武大看樱花,然后也没办法看到武大的美景的话,我觉得武汉之旅非常遗憾。 武汉大学校内樱花繁多,由以樱花大道,昆蓬广场,行政楼附近最为集中。 每年3月,粉白的樱花绵延盛访,与非盐画角,碧瓦琉璃,珠红色窗帘的早期建筑相应成画,加之百年名校的历史底蕴和人文气息,使其成为海内外热门赏音圣地。 其实还是挺自豪,也挺开心的,因为武大确实是很漂亮,可以吸引到这些游客,也就是相当于是武大是受全国人民的一个认可的。 武大的樱花在越南也有一些学生是知道的,因为挺有名的。 我们今天也是去赏音,然后拍照,然后传给家人看的,家人和朋友,他们就是赞不绝口。 今年武汉大学决定延续实名限额、网络预约、双重核验的赏音政策。 3月20日至4月6日,社会公众必须通过预约方能尽效。 工作日每天预约限额2万人,周末每天预约限额4万人,车辆一律不得尽效。 学校在洛家门、洪义门、洛南门、茶岗门设置预约游客通道,周末增开阳波门, 凭预约证件入校,是社会公众预约成功后核验入校的唯一凭证,需随身携带。 入校后,在赏音核心区还需二次核验,教学科研重点区域和寝室不对外开放,食堂不提供社会人士用餐。 就是游客来五大参观是无可厚非的,但是希望大家规范一下正常的秩序, 就是不要对学生的正常生活产生太大的影响。 就像现在这样,上下学高峰期的时候,即使没有游客,学校内也是人比较多的。 再加上如果吃饭的时候,交通其实还是比较拥堵的, 然后我觉得如果开车的话,就还是算了吧。 武汉大学相关人士称,五大积极承担社会责任, 但学校是重要的科研和教学场所,如果不采取一定限制,压力实在太大, 希望社会公众能够理解。 同时他呼吁,武汉春季赏鹰赏花去处众多,市民朋友可以合理选择线路。